如果按照这个标准,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将高达6.6亿 台湾呢,刚刚执行这个标准,那么我们现在的标准会改吗? 朋友们好,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的影响呢,大家都十分清楚 很多关心病、心肌梗死、中风等都和长期的血压升高有直接的关系 研究显示,我们的血压数值如果能够控制在120-70毫米拱柱左右 是最理想的血压 只要血压超过这个数值,随着血压的升高 心脑血管并发症出现的概率呈直线上升的关系 也就是说,血压越高,危险性越大 我国一直执行的是140-90毫米拱柱为高血压的介质 超过它就是高血压 我国高血压人口呢,已经达到了3亿以上 然而,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仍然有很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不佳 很难把血压控制在这个水平以下 高血压治疗的现状是 知晓率、治疗率和控制率都很低 超过三成以上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即使知道了有高血压 按照医生的要求去治疗的也不超过一半 而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 仅有20%左右的人血压勉强控制正常 最近台湾地区更新了2022年高血压管理指南 把血压的诊断标准进行了下调 家庭自测血压大于等于13080毫米拱柱 即为高血压 正常值小于12080毫米拱柱 如果我们也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根据霍永教授的研究结果 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将高达60.1% 估计患病人数将达到6.6亿 台湾高血压管理指南的调整和美国的标准相近 这种调整其实有着积极的意义 台湾新指南建议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作为诊断的标准 这样能够避免整式测量血压的不足 并提出了722方案 即连续测量7天至少4天 每天测量两次 早晨睡醒后一小时内要排空膀胱 在进食和服药前进行测量 晚上睡前一小时内测量一次 经过一个周期的722测量之后 方能确定高血压的诊断 台湾新版的高血压控制指南 不再是我们的140-90毫米拱柱 而是130-80毫米拱柱 对于心脑血管病 肾脏病 糖尿病 等尽可能控制在120-80毫米拱柱以下 台湾高血压管理指南的调整 其实有着积极的意义 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高血压相关 把器官损害的发生 目前130-80毫米拱柱的高血压标准 越来越被广大的学者认同 标准是人为规定的 但是道理是相通的 血压的控制越靠近120-70毫米拱柱的理想线 那么高血压的危害性越小 心脑血管病发症越少 您的血压如何呢 如果还在高水平的徘徊 请您和我联系 咱们共同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